大家好 今天臺灣地區的天氣 主要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各地區的一個天氣來講 北部還有東半部 今天都有下雨的一個情況 那中南部地區的話 白天的雲層比較少一點 所以在今天中南部地區 感覺天氣比較炎熱一點 那不過今天在花東的 海岸山脈附近的 今天有比較大的降雨出現 在花蓮的水蓮地區的話 今天累積雨量 甚至達到超過兩百毫米的一個情況 那至於明天的天氣 我們首先看一下 今天的衛星雲圖 那雲圖上的話可以發現 封面的雲系仍然從琉球巡島附近 延伸到台灣附近 那不過他的位置的話 比起昨天來講 稍微的往南邊移動一點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在臺灣的東南部地區 也仍然還是有明顯的下雨的狀況 那另外在菲律賓東邊 有一個熱帶性D7R 在今天下午深層 不過這個熱帶性D7R 目前的位置 還是離臺灣有一段距離 那未來我們還會持續的觀察 他的一個動向 那至於明天的預測天氣圖的話 可以看到在封面的位置 仍然還是在臺灣附近 所以在臺灣附近來講 還是有一點東北風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天氣方面來講的話 明天的一個溫度 稍稍的比今天還要下降一些 但是這種幅度還是不大 在天氣方面 明天還是屬於比較炎熱的一個情況 那特別還是要特別注意 下雨的一個情形 氣象局仍然還是發佈大雨特報 特別是在基隆北海岸地區 以及東半部地區從今天到明天 還是要注意有這種局部性的大雨 或好雨的現象 那中南部地區的話 在明天的午後 也要留意有這種局部大雨 出現的一個情形 以上資料是由中央氣象局提供 明天全臺灣的天氣還是不太穩定 不少地方都會有雷雨或震雨 我們來看看以下的氣象資料 好 北部的基隆 臺北 桃園和新竹 都是多雲 游雨 氣溫最低21度 最高28度 中部地區的苗栗也是多雲 游雨 其他地方可能會有雷震雨 氣溫是21到29度 來到南部 我們看到嘉義 臺南 高雄和屏東 都會有雷雨或震雨 氣溫最低23度 最高有30度 而在東部的宜蘭 花蓮和台東 都是多雲 游雨 氣溫21到30度 外島地區的澎湖 金門和馬祖 也全部都是多雲 游雨的天氣